为提供读者多元化的阅读选择 复理乡立图书馆依据不同年龄读者需求 新购买了一批书籍 乡立图书馆特别邀请到复理国小孩子们 一起到图书馆参加新书发表活动 而乡长江东成也呼吁家长 在嫁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到图书馆 借阅各类新书 欢迎乡亲来图书馆阅读 小片安静并且有秩序的进入图书馆 复理乡长江东成称赞老师对品格教育的用心 江东成化身说故事爸爸 介绍着著名儿童绘本老鼠取新娘 跟别人不一样的 你有自己的优点 自己的优点要好好的去发挥 包括你是读书或者是学习东西 这次特地购买多本的绘画故事书 以及平易近人的生活大小是全书等等 不仅是大人小朋友都兼顾 尤其是充满缤纷色彩 跟音乐有趣绘本 让小朋友特别感到兴趣 看到孩童脸上开心的笑容 乡长呼吁家长可以带小朋友到图书馆完成办证 即可领取一份精美的阅读礼带 并且可以在假日有闲暇之余 带着小朋友到图书馆借阅各类的新书 也欢迎所有的乡亲共同来图书馆借阅书籍 记者高雄双部里乡采访报道